大家看出来 请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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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 2 的Circle 第一个讲的是Radius 还有Diameter Radius就是从这个Circumference 到Center 这个长度我们叫做Radius Radius也叫做半径 那么两个Radius就叫做 Diameter 9m也叫做直径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如果这一条线 没有经过Center O 我们叫它叫Court 这个是有经过Center 这个是没有的就随意在 一个circle那边画过去 从这个circle来到 the end of the instrument 这个叫做Court 也可以把圆圈切成 两个部分 那小的那个部分我们叫它叫 minor segment 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叫 major segment 还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从Center 画两个radius小孩 你就会看到 像一个pizza的这个形状 从这个 形状我们叫 Sector 这个pizza的形状我们叫 minor segment 那么这个小的呢我们就叫做 minor segment 那么大的那一个部分呢 就是这一个像一个pagman 这样的一个形状 我们叫它叫做major sector 小的pizza minor segment 那么大的这个pagman 我们叫它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这一个curve 的长度 我们叫它minor up 从这一个点曲线来的 对不对 从这一边到这一边的这个长度 我们叫minor up 这样另外一边 从这个点 从这边走到来这一边 这个我们叫做 major up 重复一次 minor sector 小pizza major sector pagman 小的曲线 minor up 大的曲线 major up 那么 minor up 再加major up 整个我们叫做周长 圆圈的周长叫做 circumference 变简称c 我们现在有一些formular 你需要知道的一些formular 这一课它通常会问你 如何算出area 如何算出circumference 有两种formular 第一种是πr² 第二种是2πr 整个圆圈的area是πr² π是什么呢 等下我会讲解 π是什么 π是一个固定的数目来的 那通常它不会问你整个圆圈的area 它会问你一个sector的area sector是什么 sector 它只是要这一片pizza的area的话 你就要拿dita over 360 乘以πr² 什么是dita呢 dita就是在这一边的角度 就是这一个sector 它开的那个度数是多少 那个angle是多少 angle over 360 为什么是360 因为360 是整个圆圈的度数 dita over 360 乘πr² 再来 circumference 整个圆圈的周长 是2πr 2乘π乘r r是radius 那如果它不要整个圆圈 它只是要the length of up 就是一部分 它不要整个圆圈 它只要这个length 一样的 dita over 360 乘以πr² dita就是这个角的那个angle 多大 你来看一看这两个例子 你就懂怎样用这个formula 第一个 它叫你找the length of up the length of up 是这么大的 它不要整个 它只要这个 所以你要先拿60 over 360 这样60是你的dita dita over 360 乘以2 π呢 π是什么 π通常它会要你用的是22 over 7 60 over 360 乘以2 π r r是4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找到the length of up 再来 另外一个 Area of cycle Area of cycle 就是这一 part 120度 所以根据这个formula的话 你的dita是 120度 over 360 乘以πr² 一样的你的π 通常它会要你用22 over 7 乘以你的r 这一点没有比较r 一样的 这个是14 这也是14 120 或360 乘以π r 记得要square OK 这个就是找Area of cycle 的方法 这两个你会的话 基本上这一刻团的问题 都会围绕在这两种formula里面 OK 有没有 这一天 有没有 有没有 低 还是 降低 和 有没有 是 位 比较 平 是 我们 的 诶